大家好 前几期跟大家分享过我这一颗茶花的一些养护技巧 那么有很多花友私信给我 问我这颗茶花是怎么施肥的 怎样做到它能依次开这么多花苞 而且我刚才也数了一下 我这颗茶花大概有70几个花苞 那么这颗茶花的花苞开出来 让我非常的满意 那么到底是怎么施肥的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给这颗茶花施肥的一些方法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要从换盆开始做起 那么我们给它换盆的时候 在这个盆底一定要下足底肥 那么我给它用的就是这个干的养分 因为养分的肥力非常的温和 而且非常的持久 我们在这个盆土的底部 大概加入了两到三厘米厚的养分 那么我们加入养分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让这个土壤更加的疏松 更加的透气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土壤非常的疏松 这些根已经长到上面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白色的就是这些细根 因为土壤疏松 它才能长出这种效果 所以我们想要养好茶花 让它开花多 首先要做的就是下足底肥 接下来就是进入了花期的前两个月 我就开始给它补充零生二清甲 因为零生二清甲里面的零年树 非常丰富 零年树可以促使茶花花芽分化 而且甲人素可以降壮茶花的根系 让它的根系更加的健康 不容易让茶花的根系出现一些肥害 或者积水带来的一些伤害 所以在它开花之前的两个月 坚持大概10天到15天给它浇灌一次 用一克的零生二清甲 对上1000毫升的清水 那么给这个茶花施好肥 之后另外的养护方法也是非常的关键 在茶花的生长期 我们要给它充足的水分 土壤保持有足够的水分 给它吸收养分 那么进入到花期前的两个月 就开始给它控水 让这个土壤干一点 我们再给它浇水 也就是同时给它使用零生二清甲 然后等这个花苞出来了 像这种状态了 以后同时给它增加光照 让它有更多的光合作用 来浴雨花蕾 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 就是正常的养护 等它花苞准备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减少光照 然后适当的减少浇水 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停止施肥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茶花开花 非常的漂亮了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这一颗茶花的施肥方法 跟养护方法 那么也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